孙悟空排生死部第1350位 为何玉帝排第五 你看生死部前四都有谁 那时孙悟空练成了菩提祖师的长生术 变化术和飞行术 竟变得飘飘然了起来 他经不住师兄们的吹捧 竟公然施展七十二变 变成了一棵郁郁清清的松树 惹得菩提祖师勃然大怒 被赶出方寸山没多久 孙悟空就在水晶宫抢夺了金箍棒 还每日与牛魔王等妖王 在水帘洞饮酒作乐 一日孙悟空又喝得鸣鼎大醉 迷迷糊糊中 孙悟空感觉有人往柏梗上套了一根绳索 自己也浑浑噩噩的 跟着两个人走到一处黑乎乎的地方 直到不经意中 看到了牌匾上的幽冥界三个字 孙悟空这才猛然醒悟 自己竟被带到了地府之处 孙悟空再左右一看 只见两个凶神恶煞的鬼差 拉着自己不断往地府深处走去 孙悟空暴怒之下 撤出金箍棒打死了鬼差 还冲进地府恐吓石殿阎王 直到石殿阎王搬来了生死部 孙悟空才知道地府没有勾错人 书中写道 魂字号的第1350位上赫然写着 孙悟空天产石猴 342岁善终 身为读者的 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胎岸叫绝 吴承恩以他独有的想象力 架构了一个天马行空的西游世界 这个西游世界上有天庭 下有地府 可谓是光怪陆离 精彩绝伦 不过读者们还是很想知道 既然三界之中 没有真正的长生不老之术 那玉皇大帝有没有被记载在生死部里 若有的话 他又排在第几位 笔者认为 玉帝排在生死部的第五位 为何笔者认为玉帝的寿缘 也记载在生死部中 答案很简单 那时孙悟空大闹天宫 打得满天诸仙闭门闭户 灵山的如来佛祖 赶到天庭之后 曾这样对孙悟空说道 你那四乃是个猴子成精 焉感七星 要夺于皇上帝尊位 他自幼修持 鼓立过1750节 每节该129600年 你算 他该多少年数 方能享受死无极大道 玉帝历经了1750节 每一节持续了129600年 这样看来 玉帝已经活了两亿多岁了 既然玉帝有寿缘 还要历经天灾 这证明生死部上 也有玉帝的名字 那笔者又是如何得出 玉帝排在生死部第五位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生死部前四位都有谁 那时孙悟空搅扰盘桃盛会 投喝了玉帝珍藏的玉酒无数 孙悟空自知犯下了弥天大岁 无奈投中较轻 一阵乱飞 竟来到了太上老君的都帅公 书中是这么写的 好大圣摇摇摆摆 仗着酒 任情乱壮 一会把路差了 不是齐天府 却是兜律天宫 一见了 顿然醒悟到 都帅公是33天之上 乃离恨天太上老君之处 如何错到此间 注意孙悟空的一句话 那就是都帅公是33天之上 等于说 在吴承恩的设定之下 玉帝同管了天界33重天 不过 在33重天之上的 第34重天的离恨天 玉帝却管不着 因此 当孙悟空为了追寻 青牛经的后台时 他曾飞到天庭 请玉帝翻开花名册 可天庭的人事部 不管怎么查找 都找不到青牛经的名字 后来孙悟空才知道 青牛经隶属于 34重天的离恨天 乃太上老君的座旗 玉帝当然找不到 青牛经的身份信息了 与此同时 吴承恩还在书中这样写道 不一时 拿玉帝原始天尊 上清灵宝天尊 太清道德天尊 五僧真君 五斗星君 三官四圣 九要真君 左辅 右臂 天王 哪吒 玄虚 一应灵通 对对惊奇 双双翻盖 古人极其讲究出场顺序 而太上老君 竟排在了灵宝天尊 和原始天尊的后面 可见 三清之首是原始天尊 其次是灵宝天尊 排在末尾的 才是太上老君 这也不是吴承恩混乱 在古书里也记载着 三清之首乃原始天尊 不相信的读者 可以上网搜一搜 只不过一些人 被风神演绎带篇 认为太上老君 才是三清之首 言归正传 既然原始天尊 灵宝天尊 太上老君 分别住在 三十三重天之上的 第三十六重天 三十五重天 和三十四重天 证明他们三人 分别位列生死部的第二名 第三名和第四名 那排在生死部第一名的 又会是谁 此人正是孙悟空的 启蒙老师 菩提祖师 首先 菩提祖师精通 视如道三教 放眼三界 由此修为者 犹如凤毛麟角 其次 菩提祖师讲道时 雷霆动九天 他的法术修为 绝不会在三清之下 更重要的是 无论玉帝还是如来 都无法追捕到 菩提祖师的任何信息 可见菩提祖师超凡脱俗 只不过早就厌倦了 三界的世事非非 这才隐居方寸山 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